哈囉,大家好,我是有色 感謝大家的等待 今天我們的迷女無庭園 終於要為大家開箱了 其實整個計畫呢 從填土 他已經變成陸地了 申請執照 呵呵呵呵 組裝蓋房 又來過去了,我家飛起來了 整整經過一年 才讓這片原本什麼都沒有的平地 變成一座能讓孩子快樂成長的小天堂 這整個過程其實非常有趣 如果說你有興趣 但是你之前沒有跟到的話 可以看這邊,看這邊,看這邊 那為了讓大家觀影更順暢 我現在決定把攝影機交給 最專業的女主人 紫惠 你有沒有什麼話想跟大家說 終於最後一集了 哈哈哈哈 拖了好久了 我相信你一定心裡頭也是這樣想 真的 從大家知道這個計畫到最後 好像已經半年多了 還沒拍完 超過 應該是啦 好,總之呢 我們先好好為大家開箱 來,從大門口開始 OK 欸不對 欸,對不起 歡迎光臨,各位 我們 其實這個空間大家應該蠻熟悉的 但我沒有正式介紹過 來,這裡 其實就是我們的 書房間玩的那間小孩基本上 都一定有機會 然後他們就去鬧啊,玩啊 然後他們很喜歡把這張車起來說 寶貝,我們都自己捏捏的地方 你們不准進來 結果咧 弟弟就把他出貨了 弟弟有一次為了偷看 不知道他怎麼 獨發奇想就給他出貨了 蛤,你又再出了一下 沒關係啦 然後他就出完帳了 哈哈哈哈 寶貝,你自己也出了 那這個地方就是室內客廳 室內客廳基本上我們開會啊 工作啊 大人在那邊喝酒聊天啊 總之可以做很多運用 那這一間呢 主要是我們的衣物間 但其實這兩個空間有朋友來 就變民宿嘛 就是我們床墊攤下去 棉被撲下去 大家就在那邊睡覺 入住到現在 至少睡過十輪 那接下來往後介紹囉 現在為大家介紹我們的握法 至少這種設計區更很明顯 就是小朋友睡著之後呢 我們大人就要做我們的活動 你看這邊 你不覺得整個世界很廣大的感覺嗎 那都是你家 對,之後我們會在旁邊種有機稻田 整個稻海這邊燙稻香 哦 你要來兩區嗎 我覺得草寶不用玩 哈哈哈哈 你也出過專輯啊 好嗎 哈哈哈哈 現在大家在互弄了是不是 請來到我們的臥室 你進來會看到衛浴設備 它可以洗澡 可以上廁所 什麼都有 可以 好這邊呢 起床之後要劈這個才能出去 因為這裡霜室比較大 沒錯 那這個地方的格局其實很簡單啊 它就是一個方方正正可以擺下我們所有的床 然後那裡有點櫃子的一個空間 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有個180度環節的大面落地床 所以呢 我每天睡醒的時候 就會看到一個非常美好的畫面 或者是你會看見一大堆小孩子在後面 大概是這樣 其實我們家的戶外空間呢 就是這樣 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的空間感 我放一段影片讓大家知道 它大概有多大 請看 這裡就是這麼大 我不用跑了 他們那些小朋友都跑 這裡呢 就是一個戶外的淋浴間 我來喊 我好透光 真的嗎 哈哈哈 現在變運動場了 因為現在季節不太適合在這邊洗澡 雖然在這邊泡澡真的很開心 原本我幻想這個平台 它可以做一個家人 它可以泡茶 它可以有個美麗的沙發 坐在那裡跟朋友聊天 生活 但最後的運用其實也還不爛 最後的運用就是 小朋友會在這邊游泳 累累也會跟他的朋友在這邊跳繩 洗漾洗一下 非常美麗 最後還是有烤火啦 那一次你出發的時候 我們就在這邊大家在玩 玩得非常開心 我們的貓咪 在第一天入住我們的迷你屋的時候 就把我的沙窗抓回來 才不到六個小時 我們貓咪的破壞力已經讓我們非常驚訝 那牠抓痕了嗎 哈哈 我們意識到牠絕對真的不能在裡面生活 那我們想說那怎麼辦 我們在外面幫牠裝籠子嗎 還是裝網子 總之我們看過各種各種方式 最後我們選到了這一間 大家不要看牠這個樣子喔 牠其實是一頂帳篷 牠的用途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貓寶貝牠們的貓咪間 嗨 帶大家我進來的 幸福的貓咪空間 幸福的親子空間 其次的地方為什麼說是上頭 各位看一下喔 牠的點 我摸喔 1 2 3 我要介紹這個很厲害的條牌 我最喜歡看到貓咪在上面 你覺得我可以噴到 他的肚子在牠的腳上 好可愛 啊 等一下看到牠的肥咚咚 是不是很可愛 我本來想要 讓大家順便看看外面的景觀 可是這樣子你變超級黑 哈哈哈哈 你看在看到我本來就說 沒有你本來沒有黑啊 是我的問題 是我的問題 是個突然間內斜好嗎 是個突然 Bank